电脑版的剪影 你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因为我们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学习 就可以直接剪出一个片子 Hello大家好 我是阿雷 大家都知道在手机上 目前最棒的手机视频剪辑软件就是剪影 那相信很多人都用过 无论是安卓还是iOS上面都有 前段时间呢 剪影也推出了他的苹果电脑Mac版本 只不过呢 很多小伙伴可能没有苹果的电脑 所以没有办法去体验 总体来说在Mac上面体验还是不错的 还有一个就是迟迟没有推出的Windows版本 那最近呢 阿雷已经拿到了Windows版本剪影的内测版本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软件 毕竟在电脑上剪辑这个效率 要比在手机上剪辑这个效率要高很多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剪影这个软件 如何安装和使用 并且我们也会看一下剪影的电脑版本 跟我们在普通电脑上面使用的一些剪辑软件 它们有什么不同和它的一个优势的地方 首先我们去下载这个软件啊 下载到你的电脑上面 我们直接安装就行 下地址我会放在视频下方 然后呢 那我们直接呢 双击安装就可以 就跟其他安装软件一样啊 这个非常简单 我这边久不说了 之后呢 就会在我们的电脑上面有这个剪影专业版 然后我们直接打开就行了 打开之后呢 就是点击这个开始创作啊 就会打开你的一个新的这个任务啊 如果你之前做过 他就会在这边有一个草稿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新件 这个就是剪影 他这个总体的页面 这个是他素材 这个是预览 这个是他的效果区 下面就是轨道区 然后我们进行剪辑 大致来说 跟其他的视频剪辑软件 在电脑上的呃布局大通小异 基本上都是这些 那首先我们点击这个导入素材 然后我们导入刚才我录的这个片头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加号 他就会直接进入我们的这个轨道里面啊 这边是一个旋转 我们一般不需要啊 啊进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有个分割啊 然后呃我们就可以把补补需要的 然后这边呢 就可以直接的删除掉 那同样他还有一个啊快捷键啊 就是control加B 那其实是所有的视频剪辑软件 他们都有这个control加B 是直接在中间去呃这个分割 然后我们把不需要的直接去掉 点delate就可以去掉了 那这样的话就比在手机上用剪影 他那个效率要高很多了 然后他左上角他除了本地我们导入的素材 他这边还有内置的素材库 那这个就是剪影他里面最厉害的地方 平时我们想要一些素材 还有专门的去找这些素材 导入到我们视频剪辑软件当中 但是呢这个剪影就不需要了 他内置的这些素材还真的是超级超级多 大家可以看这个篓空的字体啊 插入动画呀 呃啊包括这个啊包括这个啊 大家是不是经常会看到像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去找这样的素材 就直接就在剪影里面就有什么蒸汽波 呃时间片段 呃搞笑片段 呃大片 呃新年的气氛 这个2021年 然后我们把这个呢 添加成片头 然后直接拖拽过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很炫酷的 像这样的一个素材找到之后 再添加到你的其他的这个视频剪辑软件当中呢 就稍微有一点麻烦 并且有时候像这样素材你找不到你知道吗 那除了这个视频 他还有强大的音频库 那音频素材呢可以看一下 这是抖音啊 这是抖音的音乐啊 但是呢如果呢 你在youtube发布视频 或者是啊一些注重版权的地方发出视频 我还是不建议你直接用剪影里面这些音乐 因为呃这些音乐呢 是在剪影里面是可以用的 但是呢在其他的平台可能也是有这个版权的 所以呢最好你用音乐还是用自己的那个音乐库就行 那这边还有一个旅行的 那这边也分的比较多 如果你只是在国内发布视频 那相对来说这里边的音乐还是可以用的 哇这个这个分类太多了 除了上方的这个音乐的素材 他还有一些音效的素材 比如说这个呃 综艺呃 响声文来点一下点击一下它就会下载 好像这样的素材啊 这个还有机械的 呃 bgm 人生转场还有一个抖音收藏这个需要你点击之后呢 用你的抖音 呃 登录这个剪影才可以使用这个抖音收藏的功能 还有一个连接下载就是你在抖音或者其他平台 看到的视频 然后你直接把连接放进去 就会把这个音乐 音乐的素材导入到这个软件当中 这个也是比较棒的 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不错的BGM 但是我不知道它名字呀 我们就可以把这视频或者是音频 粘贴进去 它就会自动的帮你找 那这边呢 还有一个文本 那这个文本呢 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它里面自带了很多 这个字的样式 还有就是它有个自动识别字幕这个功能 我觉得这个功能是 解决了很多做视频 这个一个问题 就是上字幕 虽然手机上呢 也是可以直接识别的 但是我们 比如说编辑一个长视频 想要加字幕的话 我们就需要 先把字幕打出来 然后用actm去添加 就比较麻烦 那有它就直接可以识别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它能不能在这电脑上面去识别 然后我们点击在开始识别 网络一场 请稍后再试 正常的话 它是可以直接识别的 我在mac上面也使用过这个音乐识别的功能 是完全可以识别 可能是因为我目前用的它是一个内测版本吧 相信它正式版本以后 这个功能应该会修复的 它后面还有一个强大的贴纸 这个贴纸也是超厉害 这么多 然后也是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场景来选择的 太多了 超级超级多 手杖 然后我们直接拖拽到上面 还有一个就是啊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调整它的这个 呃大小 呃 然后呢 啊 PS没有推出 它这个是动的 测版本啊 所以呢 今天呢 它 它这个是动的 这边还也可以选择它的入场的效果 出场的效果 还有循环的这个效果 除了贴纸 还有特效 我们添加一个特效 添加进来看一下这个特效是什么 那就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软件 啊 这个特效 全部都是财神 呃 还有很多啊 这个特效里面也是特别多 复古的 光影的 自然的 呃 动感的 呃 我们添加这个 这是星星吧 应该是啊 以及这个效率啊 这这种这种光运的效果 啊 啊 复古 啊 分屏 我们看一下这个复古的效果 暂时 哎 这个这个也是可以的啊 还有漫画 这边还有转场 它自带的转场呢 也是比较多的 这是呃 这是幻灯片转场 特效 遮罩 后面还有滤镜 我去这个滤镜的这个胶片的功能啊 然后我们往往前翻 然后我们添加一个这个 添加一个这个胶片的效果 看一下 最后的就是一个自建议的调节 这个自建议调节呢 就是呃 大家可以看这边有一个亮度的调节 光光线等等啊 这些调节 这边还有一个吸服功能 吸服功能就是呃 比如说那我这边呢 再添加一条视频轨道 那看到了吗 如果我把这个放到这个剪切 就是这个区域的话 它就会自动的出现这个一个横线 让你吸服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我们关闭的话 那可以看一下 是没有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放一个素材 有时候就放不准 所以它默认的是打开的 基本上所有的视频剪辑软件都有这个吸服的功能 那如果呢 我们添加的这个片子比较长 那这边是可以扩大和缩短你的这个影片 这样的话可以进行一个精简 同样它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混合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我这是我的主影片 那上面呢 我添加了一个这样的素材 就是蒸汽波的素材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这样的话 它就是一个混合的模式 那这个在哪里调整呢 大家可以看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滤镜 正片叠底 这样的话 通过这种混合模式 就会叠加出来很多的这个效果 比如说变量的效果 那这个是它默认的效果 就是直接这个素材 就把我的这个主片给盖掉了 那这边呢 就是可以变量啊 可以线性啊 就是就是这个 那玩法感觉还是挺多的 同时可以对每一个素材 它的声音呢 进行调节 这个声音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音量调节 尤其是我们如果添加一个背景音乐的话 那这个音量呢 是一定要调小一点 后面还有动画 还有一个 它上方呢 也有一个快捷键 这个快捷键呢 我们可以这个看一下 尤其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 Ctrl B Ctrl C Ctrl X Ctrl V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使用的比较多一点 那还有这个轨道的放大和缩小 就是Ctrl加加号和Ctrl加减号 这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它的这个操作逻辑呢 跟我们电脑上面其他的视频剪辑软件操作逻辑是完全一样的 同时我测试了它这个轨道呢 它可以放N多个轨道 比如说这个视频叠加的轨道 大家可以看 我现在已经放了一二三四五个了 六个了 然后这个声音轨道呢 我们也可以放N多 N多条 并且我放了这么多轨道 并且呢 剪辑也是比较流畅的 最后呢 剪辑完以后呢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导出 我们就可以把自己制作的这个影片呢 导出出来 导出的话 它这边呢 最高是可以支持4K的一个画质的啊 然后它这个编这个码率 我们也可以自行的来调解 那最高呢 也是支持啊 4K60帧 格式的话 一般我们默认是MP4 这边的话 可以给它改个名字 然后默认一下导出的位置 然后就可以了 那相对来说 如果呢 你之前没有接触过电脑的视频剪辑软件 如果你用这个剪影 你上手非常非常的快 并且呢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剪影剪出一些 稍微要比我们手机上复杂一点的 比较长一点的这个视频 总体来说 这个软件还是不错的 但是有一点 我觉得不太满意啊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我现在添加的这个主视频 我们只能点击按一下预览啊 最近呢 我们才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们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声波来判断哪里 我们需要去掉 那比如说啊 我们拿这个呃 万星神剪手 瞄影这个来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可以看 他这个视频啊 主视频添加进去之后下面会显示这个声音啊 那显示这个声音 那我就知道我这个前面那这段呢 我是不说话的是空白的 那我就直接的剪辑掉 那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方便 还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空白的 对于粗简的用户来说啊 完全啊 可以不用听不用看就可以直接剪掉 但是呢 在剪影里边 它是没有的 如果呢 后期剪影能够把这个功能也能加上的话 我觉得这个软件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还有就是呢 目前这个视频呢 没有办法进行这个音频和视频的分离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直接添加这个视频 它有声音 我想把它的声音去掉了 我只能调节它的这个音量 我只能把这个音量呢 放到最小 那它就没有声音了 那我想提取这个声音 那就没有办法了 那像其他软件一般都是会有这个音频分离 大家可以看 那我这个音频呢 我们可以单独的来进行一个编辑 那这个视频呢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单独的编辑 毕竟呢 剪影它刚刚推出不久 所以呢 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目前使用的这些 PR呀 Final Cut Pro 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喵影 是没有办法跟人家来比的 有一些是没有办法比的 但是呢 这个剪影的素材库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的这个素材库 是其他软件不具备的 总体来说 这个软件特别适合新手 那有了这个软件之后呢 就真的把这个视频剪辑这个门槛降低了很多很多啊 尤其是一个素材音乐 平常的话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寻找音乐 找这个素材的 但是现在不需要了 那加字幕也是可以的 那我相信它后面这个加字幕也会识别出来啊 目前我体验到的这个只是一个内测版本啊 相信它正式版本推出以后呢 有一些功能就会完善起来 如果呢 你也正打算准备在天假期之前啊 来进行一个视频的创作或者来学习这个视频剪辑的话 电脑版的剪影 你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因为我们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学习 就可以直接剪出一个片子 好 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Windows版剪影的所有的内容了 具体的好用不好用呢 你也可以去上手实验一下 对于这款Windows版的剪影 你是怎么看待呢 也可以视频下方留下你的观点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